中央民國112年10月24號星期二 我們剛才聽的是陳昊森的《孤傲》 我覺得我們記我們昨天的歌對不對 媽媽 是派偉俊的 然後今天的陳昊森的《孤傲》 都好適合我們的故事 怎麼都配得這麼完美 然後就是不期而遇這樣 我們今天特別來賓是滿月 然後是我們旅讀這一期 大人的地球科學 這期非常的世界地理雜誌 還結合了古生物 非常難 說真的很難懂也很難去 因為它太大了 那因為照片大家我們有新增 因為我不是很滿意只有兩張這件事情 我想怎麼可能浩瀚的蒙古草原 怎麼可能只有兩張 就算是草面 總可以看到兩隻土拔鼠吧 然後我就想說不可能只有兩張 我就硬逼著他把手機的照片交出來 有點海關的感覺 手機拿出來 我拍的照片又那麼醜 沒有因為旅讀有專門的攝影 但是為什麼我說我們不能這樣子只有兩張 其實旅讀的攝影師 玉生非常厲害非常強 就是世界地理的水準 但是我們是叫他要去買雜誌 他才看得到這麼漂亮的照片 對你要花錢我們不能都給你看嘛 那請預先幹嘛對不對 那但是不花錢就現在在這裡 就有滿月的照片來給大家 其實滿月照片不得不給有一個 就是因為剛才我跟凡說凡如果他沒有照片 要不要把我五年前十一國慶到雙十國慶的那一系列 我在呼和浩特跟自治區跟那個沙漠 大概有差不多八十張補過來補個六十 就翻網說滿月你快點補過來 因為翻一聽到我要補我的照片 他就說滿月你的照片呢 趕快 所以我們現在有新增照片 大家一定可以看得到我們這一期 其實這一期是非常的 大家看到照片那麼漂亮 可是我可以知道非常的辛苦 因為滿月你是七月去的 對我是七月中去的 而且通常這個時候算是那種 最好的 對藍天白雲 然後草原是綠的綠藍的藍 黃的黃土的土 就是顏色是沒有第二種綜合色喔 你要不要先自我介紹一下 大家好我是呂爐的企劃編輯滿月 然後這一次十月號的大人的地球科學 就是我策劃的 那我剛才在說那個天氣嘛 特別選了七月啊 他觀光最旺的一季 我就想好了 我腦中已經有一個完美的藍天綠地的畫面 一去之後 哇 那個灰蒙蒙的一片 然後因為我們去的時候 下了一整個禮拜的雨 當地的牧民就跟我們說 他們已經乾旱了一整年了 然後我們真的太幸運了 遇到了一整個禮拜的下雨 你知道嗎 你雨水對於蒙古來講 你簡直就是他們的女神耶 我照理講是要被請到最正宗的那頂帳篷 然後可以白吃白喝至少一個月 因為雨他們剛和雨如果說沒有雨的話 草會長得不好看 然後那些他們主要的馬羊的飼料就會出問題 就變成只能吃甘草 對 而且因為當地牧民跟我說 如果我在早一個禮拜下雨程去也不好看 因為根本草根本沒長 所以其實下雨去也是蠻好的啦 功德無量 功德無量 對啊因為你等於是適時他們最需要灌溉的時候 你把雨水帶去 而且還下一個禮拜 這是什麼氣候變化 這也是下一個禮拜 我整個實在太崩潰了 而且我們走到南雨下到南 因為內蒙古那麼大 我跟你講我真的隨手就帶一個功德香 麻煩你們捐點錢吧 因為我花很多旅費 旅獨這次是大製作對不對 對我們花了很多錢 請大家朋友們一定要來看這一集 超級難走的一條路 那總共去十天下了一個禮拜對不對 其實草原大家一定要知道 如果下雨的時候它是不能穿 沒有什麼鞋 除非你穿長筒雨靴 不然你的腳是濕的 很泥濘 因為你在草原上嘛 就是土跟草 泥巴啊 所以算了也是一種幸運 他這次碰到的有好幾種地質地形 待會我們就要從你的旅途從哪裡 從我們台北出發 然後你是怎麼規劃你的這個 這次我們去的算是整個內蒙 對不對 去的哪去 因為內蒙太大了 對因為其實現在那個 台北還沒有直飛內蒙古的班機 真的啊 對還沒有 那你要飛到北京 對我們是飛到北京 然後再轉高鐵 那因為我們這次去了赤峰市 離北京很近 坐高鐵大概一兩個小時 很快就到了 那我們在赤峰市下車之後 我們就搭包車 然後從赤峰市一路走到西林郭樂盟 西林郭樂盟就是靠近蒙古國的邊境那邊了 對已經跟蒙古國 因為外蒙獨立出力就是蒙古國了嘛 對共和國 其實他們兩邊走不用簽證 是他們不用簽證 他們互通的 那因為我們到那個邊境的時候 我們也算是到二連浩特那個口岸 只要到蒙古國大概一百多公里 那你有沒有去 好想去但沒有去 我們行程都排好了 哎呀你應該延對不對 因為已經到了蒙古的邊境了 但因為我們機票也都訂好了 不是而且你已經 我覺得也沒辦法有什麼心情了 已經零了一個禮拜的雨了 但反正我們從二連浩特就坐飛機回北京 然後最後從北京回台北 好我們這次要跟著這個滿月 也還好 我發覺旅途最耐操的人去這個路線 客戶苦我喜歡客戶苦的行程 我等一下要跟你分享 我住的那個旅宿實在是太精彩了 真的嗎 我上次住到一個蒙古包對不對 我就被嚇到了 所以我們待會要從十一住行 因為這個絕對不是你自己去 我也覺得這個是沒有辦法自駕 這個應該你有想到吧 對一定要有想到吧 不然我們要怎麼 在浩瀚的沒有指標 又看不懂心象的 要怎麼知道方向 好因為在工商服的時候 我大大的跟我們的滿月分享了 我們彼此住蒙古包的經驗 好我們草原兒女今天要講的 就是有你去的這個部分 因為我去的是比較靠甘肅 對我是中盟 你是中盟 中盟就是席林 席林郭樂盟 這個是草原很多的 草原豐美的 再往那邊再往東還是北 就是呼倫貝爾 那就更冷了 好那你去的 我的住宿 我跟你說我這個住宿 我一開始去的時候 然後我們跟我對接的人就跟我說 因為我一開始很想住蒙古包 然後當地人就說不要不要這個蒙古包 不管再怎麼好什麼五星的 你們絕對都會都市人都住不慣啦 然後我就想說 好那就打退堂鼓了嘛 然後後來我就訂了另一間算是在湖泊邊的 然後那個當地評價也是很高什麼五星的那種 飯店嗎 對它是飯店 然後殊不知我一去 因為它是用集裝箱的那一種 現在他們內蒙古做很多集裝箱的那種酒店 就是貨櫃屋 貨櫃屋 然後住進去之後 這也能叫酒店嗎 他們就主打特色 特色酒店 那什麼防寒 就是很冷 然後我們洗澡的時候 那個水是用滴的 是一滴兩滴滴出來的 然後我們還洗冷水 因為沒有熱水 蛤你都沒有問 沒有啊沒想那麼多 我們講五星就五星嘛 這個根據我很多採雷的經驗 我每次訂飯店我都會問 其實你想星級 大陸星級跟我們的星級差很多 所以不能用一般的星級去衡量 一定要要求一熱水熱不熱二 有沒有液浴缸 然後它的熱水的穩定度 如果他今天說他是用太陽能對不對 不忍住 我們就是用太陽能 然後就沒有熱水 你就就是太陽能對不對 因為你七天都在下雨啊 然後我就天啊 怎麼會是冷水怎麼等都沒有 然後它的儲能不夠 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 就是最好呢 如果是說你很想去體驗那種 游牧民族大概可以忍個七天 忍個七天 都不洗澡 或者冷水 不然的話你最好就是一定要去一個 它的儲能熱能是很足的 因為對草原來講 他們不一定每天洗澡 所以啊 他們不覺得這個是一個非常必要的 可能他們就是選風和日曆 光很強 紫外線超強的那一天 你就可以有源源不絕的所謂的熱也不夠熱 對啊就是溫水 對這點就是溫水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這點我們要有一點心理準備 當然我們也去也不是說為了只要享受洗澡這些啦 但是這個要先有心理準備 都市人如果要去真的要先理解一下那邊的環境 但是你說用一滴兩滴不熱沒有關係 但是一滴兩滴的滴下來也是蠻怪的 因為我就一直給他轉到熱水那邊 好因為前面我們就集裝箱 那就是一個很大集裝箱酒店 然後前面的人已經洗完了 導致那個比較玩惜的人 就不夠嘛就沒有了 對就已經用完了 因為我們攝影師液身 他洗的時候也是一滴兩滴 這個好給大家一個要趣的 但是我覺得你的風景跟你拍的東西對不對 有彌補掉那個集裝箱了 對對對我們拍的風景是 我真的覺得很精彩 像我們去那個烏蘭不同 那個草原雖然一直在下雨 但是 你們還拍的那種很優美的那種網美照 對啊很維美 還穿著很浪漫啦公主一樣 帶了模特兒去的 覺得要拍出最好的給大家看 那主要是要考察的這次 除了那個草原對不對 除了草原我們還有森林 那其實我主要這次分成 植物學地質學跟考古學 那植物學大家都知道 就是看草原跟看森林嘛 我覺得很棒的一個地方 就是烏蘭不同 那烏蘭不同 雖然我們去的時候一直都在下雨 但我覺得它天氣變化也蠻快的 就是它可能下了一個小時的雨 那馬上下一秒就馬上放晴 雖然只有放晴10分鐘 但是你就可以看到那種雨下過之後 雨那種綠地那種閃閃發亮的感覺 有草豬 水豬 然後又有那種泥土的濕氣 濕氣的味道 那這個草原是牛羊會吃的草原 還是只是養護的 它是牛羊其實都在這邊生活 而且其實烏蘭不同這個草原 它裡面還有一個地方叫紅山軍馬場 所以其實內蒙古政府 他們現在還有在養軍馬 那通常養軍馬的都是蒙古族當地人 因為他們才有比較好的肆域技術 是蒙古馬嗎 是蒙古馬 你有看到嗎 我有看到蒙古馬嗎 是不是超可愛 就是哀哀笑笑的 完全跟我們看那個清朝那個 西域寶馬那個感覺完全不一樣 你看到會覺得超好笑的 就是比迷你馬高 他腿超粗壯 對他腿很短 但是因為他可以適應比較乾冷的氣候 又能吃粗糙的糧食 所以他其實是蒙古族打仗的時候 很重要的一種馬 對他是做工的 對他非常可憐 不是就辛苦的 因為他長的就是很可愛 他長得很士兵的樣子 長得有點土 超可愛的 我覺得霧蘭不同很棒的地方是 這裡以前是那種清朝皇室的狩獵場 木蘭圍場 就是木蘭圍場 對就是木蘭圍場 就如意傳要去的 那是他沒去的 梅根道的那個木蘭圍場 對所以如意傳像米月傳都是在這裡拍 所以你能想像我們在影視劇看到 那個大草原的樣子 其實就是這裡 那一望無際嗎 一望無際 但是他有很多比較圓緩的小山坡 大家說在這裡看草原跟呼倫貝爾或是比較西邊的草原 不一樣的點是因為這裡有圓緩的小山坡 所以你就會有更多的那種沉疊的感覺 那個高低差是不是 高低差你又有一種層次感 那我想請問一下走在草原對不對 是任何就是可以赤腳的踩到那種草坦的感覺 還是說你會覺得每一步都有一點不知未來會踩到什麼 可是我們去的時候下雨是泥泥 所以我也難跟你說一個什麼 你應該拖鞋去踩一下 就是說赤腳我們踩在那個蒙古草原上的感覺是什麼 好我們公商服務回來了以後 我們要繼續我們剛才講的就是說 你說這個草嘛對不對 他這個草是主要就是飼料用的 除了飼料用當然也有景觀 因為那就是一個草原景觀區 所以他除了羊馬也是很多遊客在那邊拍網美照 我們剛才說這裡竟然也是有WiFi很強 對啊其實我坐在那邊的時候 我想說為什麼我的手機可以滑 我也是想了很久 明明沒看到基地台 這就是厲害的點啦 這也就是他們的無所不在的天網你知道嗎 大家都看不到基地台 也看不到什麼東西都平的對不對 你的手機訊號就是很強 對手機訊號就很強 我上次去上個禮拜 還上上禮拜去台東的一個算是比較偏僻的地方 然後沒看到基地台就真的沒有訊號 你講的是我們台灣嗎 台東對 我以為說草原那邊有個地方叫台東 沒有啦 話說台東真的蠻多地方是沒有訊號的 還是要公路彎到上面的時候 就是沒有什麼訊號了 好我們再過來的話 你說除了這個植被對不對 因為植被有草原的地方 其實我上次看他們講說 你那個美食裡面有一個叫做韭菜 他這個叫什麼韭菜 他叫蒙古韭 他其實他叫沙蔥 那他其實是當地沙地裡面才會生長的一種野菜 那他另一個名字叫蒙古韭 那當地人都會拿這種韭菜把它炒肉來吃 因為其實在內蒙古我們好像除了吃到這種韭菜 就沒有吃到其他菜了 沒有蔬菜 沒有蔬菜 真的沒有蔬菜 我們又不能吃草對不對 可是你還是拍了蠻多這個很漂亮的花耶 對啊像那種 因為在那個烏蘭布桶這裡有一個說法叫 一步踏三草 草草皆是藥 所以你踏一步每一步都可以看得到藥草 所以在這裡你可以看到蒙古韻啊 山丹啊 或是金蓮花雲藥這一些花 這些都是中藥材嗎 蒲公英 然後金蓮花雲藥之類的 那為什麼這個是鹿嗎 對他們還有梅花鹿 這是我第一次知道有鹿耶 而且因為那個 我跟當地的我們的那個司機聊天 他就跟我說 他在冬天來這個草原的時候 有遇到過狼 好棒喔 是遇到哈士奇還是狼 狼喔 真的是狼嗎 野生的狼不是人養的狼 那很棒耶 很棒很刺激耶 冬天他去那幹嘛那沒有人啦 其實有些人喜歡在冬天的時候去那邊旅遊 因為一片白茫茫的 然後他們就可以亂開車 就是算是一種那種極地挑戰 而且你有沒有覺得白茫茫的那一片看起來很乾淨 很乾淨可是你不知道你什麼時候會掉下去 如果你亂開 然後那個雪不夠厚的話 好可怕 那你剛才說有像你開說這個鹿對不對 你看得到嗎 我看我這個梅花鹿我沒看到 但是我在其他的地方我有看到那個馬鹿 馬就是馬匹的馬 然後鹿是梅花鹿的鹿 是他們的品種 對是他們的品種 然後我一開始他們跟我說馬鹿的時候 我以為是那個昆蟲的馬鹿 他們說馬鹿有很稀奇嗎 不就馬鹿誤會了 你以為是那個很多角的那個 對是真的 我們的那個陰暗的那個 那個叫什麼蕨類的下面都會有很多馬鹿 對他那個馬鹿好像是一種新的品種是 沒有沒有他其實是 他就是一種長角的鹿 然後很算中型 然後他可以在山岩上跳躍 那到底清朝的牧場 他們主要的打獵的是什麼東西呢 就像我們剛才說的狼啊跟這些鹿啊 蒙古白鱗啊一些鳥啊 真的啊 對啊 所以只要看到的生物都是他們的獵物嗎 是啊 我覺得最棒的點是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皇家的景致 我就覺得自己好像是個貴族一樣 那你就沒有騎馬啊 你應該要騎馬去 我沒騎馬啦 你有沒有騎馬 沒有攝影師有騎 攝影師有騎 他是觀光的就是一個人付費多少錢的嗎 騎一圈的那種 對他是觀光騎 帶你騎一次騎一圈草原嗎 他們有那個有一個地方叫盤龍峽谷 然後那個峽谷是往下看下去就有牛馬成群 然後在河邊錯影 所以那個景象真的很美 然後那邊也可以騎馬 他可以帶你下去峽谷一次就兩三個小時 哇這個才真的叫騎 其實就是散步 散步 散步 對 我也有騎欸 對但是我不是騎峽谷 是騎沙漠 不是沙漠就是那個草原 草原 對 那你騎那你覺得騎馬這個感覺如何 我覺得我不會騎 我覺得不是像拍電影那樣子 真的很容易學 就是你只要反正他就教你一些訣竅 就是跟著他的節奏對不對 可是我覺得像我大概騎一個多小時下來對不對 哇真的第二天 屁股很痛 腰酸屁股痛 非常痛你當時沒有感覺 可是你騎下來一圈真的 說真的我覺得沒有很舒服 對就是騎在馬上我覺得馬也不舒服 我覺得他騎到一個不喜歡的 不喜歡不了解他的人他應該也蠻痛苦的 對 好我們再接著就是因為這次有橫跨到植物對不對 然後又有考古 考古這個是 好我考古的話我們跟大家分享 其實一開始我沒有打算要去這個恐龍這個地方 因為內蒙古 對怎麼會有恐龍這是什麼東西 內蒙古出土的恐龍化石 大家應該都知道內蒙古的恐龍很有名 那因為我一開始覺得哇這個地方太遠了 真的是在蒙古國邊境 就去蒙古國大概100多公里而已 然後整個可能要橫越幾百公里 然後甚至到幾千公里 所以就太遠了 然後是因為我們那個主管他堅持說內蒙古就是要有恐龍 所以我們後來才安排進恐龍 結果殊不知我去看完之後我很喜歡這些恐龍 這些恐龍的是他模擬的是不是 他的標本嗎 那我先說我去的這個地方叫二連浩特國家地質公園 那這一個地方他因為在1922年的時候出土恐龍蛋化石而聞名 因為這一個發現讓大家確定恐龍是軟生不是胎生 算是考古科學界一個蠻重大的發現 是因為這邊 對因為這一邊從這裡挖出的恐龍蛋 可是我們看侏羅記好早就知道恐龍是軟生 1922年嘛一百年前 一百年前 當然是因為迪士尼當然也是因為這個看到了對不對 對啊 那你剛才說的是不是那個真的 其實他們有蓋了一個專門的那個恐龍的管 這個恐龍管裡面的恐龍化石是真的 但是在外面的那個都是模擬的 那其實那個真的管裡面 他有很多恐龍的化石散佈在地上 那些 就是原地對不對 對原地埋藏的狀態 然後他們不把它挖出來是因為現在當地人說 還沒有很好的保存技術 所以先讓他這樣躺在那邊 很大嗎 恐龍是很大啦 但是看得到他的骨骼嗎 是看得到的 所以其實他已經是被保護在那邊了 好我剛才講到這個蒙古啊 因為我最近看了那齣戲我真的太好看了 就是也不知道今天我就會看到恐龍 就是那個蒙古的國人 他叫做大力女子江南順 因為那小時候總是跑到蒙古草原去 然後他力大無窮 然後他自己一個人可以蓋一個蒙古包 這很好笑 題外話啦 因為我覺得非常符合今天的主題 就講這個恐龍公園 其實一般應該不會來到這裡 感覺他是一個恐龍的墳場 大量的屍體都在這發現 對其實講實話他就是一個恐龍墳場 因為我剛才說他是原地埋藏的狀態 就表示好多可能地下都還沒有被發掘的 對當地人來說其實地下有那種幾百平方公里 都是都是可能埋藏恐龍化石 但沒有被挖掘的 然後去的人我那一天看也幾乎都沒有太多人 然後就算是有觀光課他也是帶著小孩一起 有一種那種考察教學的感覺 然後木柵動物園跟植物園的感覺 對差不多 所以看到你應該覺得說這可能是我們國科院老師 但是這個恐龍是真的很厲害啦 就是他們除了發現恐龍蛋 還有一些改變了恐龍分類的恐龍被挖出來 像是二連巨盜龍他又改變了偷彈龍科的分類 因為他比一般的偷彈龍大了八倍吧 所以他們還是有他的很重要的歷史地址意義 對因為太重要這88頁 請大家來看一下我們的滿月帶著一百多公里對不對 幾百公里 然後帶著大家來這個恐龍的墳場 其實我覺得那一大片應該都是當年就是一個時節 突然間恐龍集體死亡 對就是那個恐龍大滅絕的時候 大滅絕的時候 你說是白二 白二季的時候6600萬年前 對啊 所以還保持在這 跟他能夠保持他的骨骼這些 跟他的地形也是有關係 對因為他是比較荒漠乾燥的地方 所以不太適合人生吃 所以就都死了 所以死了化石還在 化石還在 好大家對這個恐龍有興趣的恐龍迷可以來這邊 考古朝聖一下 我們現在講我們最愛的食物篇了 食物篇這個實在太棒了 是預生拍得太好94夜 來來來來來講食物 你以前有去過蒙古嗎 我沒有這是我第一次去蒙古 來講你這食物的感覺 我們一定要聽滿月講從早第一餐開始 對我就講我去內蒙古吃的第一餐 就是95夜這一餐最豪華的那一餐 你訂的齁 我有先找好餐廳我沒有訂 叫什麼名字這個餐廳實在很棒 我突然忘了應該是叫狼圖騰 蒙古蒼狼餐廳 蒙古蒼狼餐廳 這實在太棒了你講這個 就是因為去那邊一定要吃那個手把肉 他是蒙古族的那個最傳統 然後去那邊一定要吃的肉 幾道菜啊 我們總共吃了大概八九道 好好一道一道來 你一去就擺滿了嗎 還是先從小菜上 沒有就是我們就點嘛 然後他就全部都一道一道上來 那我覺得很興奮的是 他我講我最喜歡吃的 不是你要講每一道 蛤我會講每一道 對啊因為也只有八道啊 好那讓我覺得很興奮的是蒙古奶茶 他蒙古奶茶是鹹的欸 是啊 這我不知道啊 你以為是我們的珍珠奶茶 我以為 而且還是熱的 我喝啊我很喜歡 你很喜歡 因為他有加那個甘辣酥油 然後有一些他們會加羊肉 就是有點像酸辣湯那樣子 他們叫蒙古版鹹豆漿 那個概念我覺得是一樣的 奶茶 所以我覺得早上喝鹹奶茶很舒服欸 夠燙嗎 夠燙 當然要一定要燙才能 燙才好喝的 對如果是涼的 你能想像那個鹹的涼的 很膩 很膩 就有點太油了 你第一口喝 那你們團隊團裡的人 他們會喜歡喝嗎 大家都喜歡欸 那這家是好喝的 大家會覺得他是鹹湯 喔是 可能是因為這家真的做的好 因為後面去有一些我就覺得好像涼掉了有點太膩了 我先講一下蒙古人不喝湯 喔 對 所以他們都是喝茶 鮮奶茶 對你沒發覺他們都沒有湯 對對對是沒有 所以他們是以茶當成是維生素 因為茶茶磚嘛對不對 維生素C跟水分跟提神都是用這個 他沒有湯 幫我這個小小的解謎 沒關係你繼續吃 那我還很喜歡羊攀腸 羊攀腸就是那個把羊蟹跟蕎麥混合之後 然後把羊腸洗乾淨灌入裡面 然後把它蒸熟就可以吃了 雪腸 雪腸 對其實就是雪腸 那我很喜歡吃這個內臟類 而且其實我還蠻喜歡吃羊肉的 然後我覺得不知道為什麼我覺得這裡的羊肉沒有 沒有新疆那麼新山 對 真的 對 我覺得對比 因為我之前去新疆吃的 我就覺得那個燒味很重 但我就覺得內蒙古 我不知道是不是這樣 他吃草 喔 對 吃的飼料不一樣 對對對 內蒙古的那個水草比較豐美 確實有差 嗯 那雪腸就是像我們的糯米腸嗎 我覺得不太一樣 我跟你講他還是比肉的感覺比較多 喔他是加強麥 我不知道 可能是我味覺的問題吧 那他是用蒸嗎 他是用蒸的 然後你可以就是 沾料是什麼 他 我先說他蒸了之後 他會拿石頭在下面烤 然後你就把那個血腸放到那個石頭上面 所以算是有一點微烤的感覺 所以就蠻有嚼勁的 然後好像沒有沾料 我好像是直接吃 他們可能調料已經包在那個餡兒裡面了 對對對 哇就羊血腸喔 你蠻厲害的 還有那個蒙古餃子 我覺得蒙古餃子他長得很大 就是比一般的餃子大概大了三四倍 然後他裡面主要包的 對他已經幾乎是包子的程度了 然後他裡面包的是那個羊肉跟蒙古酒 那他的麵皮是什麼 他麵皮好像是蕎麥 所以他其實吃起來很有嚼勁 很大 好大 這你怎麼吃得完啊 這只還只吃到了三道對不對 對 已經喝了一碗鹹奶茶 其實滿月是非常的絞成很夠的啦 通常你這個行程感覺很多人只去一個點 就要花很多時間了對不對 然後那因為這一期的是非常有關 這個內蒙古大人的地球科學 其實地球科學我們已經聽了 我們現在要叫美食 美食這個太棒了 繼續美食 繼續美食這個蒼廊餐館 對蒼廊 那我很喜歡裡面的一道澱粉類叫奶嚼口餅 那他其實就是麵粉製成餅 然後加入他們的那個牛奶 馬奶或羊奶 然後拿去做成的 我忘了是烤還是炸的 反正就是一個奶味很足的餅 然後很像沒有加糖的甜甜圈 你剛才已經吃了這個蒙古餃子了對不對 然後又吃了奶茶了 然後你現在還有雪腸裡面也有蕎麥 然後還吃了手把肉 手把肉還沒講到 然後你現在又吃了餅 你說你們一致覺得最好吃的就是這一個 對啊因為我們可能我們都是那種台灣人口味 我們很喜歡吃很甜的東西 還有澱粉 對澱粉類 那剛才我們還有說到那個凍蒜 主菜啦 主菜對對對 那個手把肉 手把肉就是他們傳統美食嘛 就是把肉割下來之後 然後拿去汆燙 然後就可以吃了 煮熟嘛 對他們是汆燙 但是因為我們這一家做法比較特別 就是他還有去烤製過 那是什麼肉 羊還是羊嗎 我們好像點牛羊 我們點拼盤 然後所以他其實有一個焦香味 鹹香鹹香的 我覺得就蠻好吃 但其實有一點太油膩了 他的油膩是肉質本身的油脂 還是他的做料再用油去烤 是他本身的油脂 就很油 就很油 然後剛才你就說那個凍蒜梨 哦對啊 那個就是要解這個肉的膩 對因為北方他們都會有那種 凍蒜梨這個甜點 就是把梨子拿到門外去冰 凍 凍對 因為天氣很冷又有雪嘛 然後隔天早上再拿回來 再切開 然後再弄一下就可以吃了 沾糖吃 要沾 因為酸色 對因為太酸了 所以沾糖吃 然後真的跟那個手把肉配起來蠻搭的 可以解開那個油膩的感覺 但是你吃 像我們在這邊吃羊肉穿都很貴 你知道 你們這樣子吃 還有一些小甜點這些對不對 嗯 還有魚耶 對我們還有去 魚 還有魚是那邊湖的魚嗎 對我們魚又在別的地方吃了 他有一種魚叫花子魚 是在達里諾爾湖裡面的 那當地才有的魚 那你這個一餐大概要多少錢 我一餐 消費 嗯 這個餐的分量 我們雖然是五個人吃 但我覺得應該可以到七八個人吃了 大概是台幣2500左右吧 這算當地來講是高消費嗎 應該算吧 可是我覺得對我們來說很划算耶 我是覺得太便宜了 因為你們根本吃不完吧 我們五個人也吃不完 而且就算你看五個人 然後一個人分下來才500也吃不完 而且絕對吃不完 因為我看他你知道蒙古那種宴席的肉都是超級份量很大的 雖然照片看起來很小 但他其實真的很大分 就是手在你眼前就知道那有多多 喜歡吃羊肉的就可以去了 是是牛肉也喜歡的也可以去 我這次到蒙古快餓死了 因為蒙古沒有積壓 對 他沒有家庭 天氣的關係吧 不適合養家庭 所以不吃牛羊的人要自己想一想你要吃什麼 你可能要帶泡麵去 我覺得我吃了一個禮拜的他們的各種蕎麥 然後青柯 然後炸的果子 然後肉 炸的麻花 然後沒有肉 沒有肉 沒有肉啊 因為我沒有吃牛羊啊 所以我早餐必須吃很飽 那素食的人去那邊完蛋 素食的話 我覺得他們要自備一些香雞米之類的 沒有米飯 對是沒有米飯的 他們都吃那個囊或是麵包 或者是他們本身很多起司類奶製品的類 其實蠻好吃的 他們不管是用什麼奶的奶製品都很好吃 可是我跟你講很奇怪 回到台灣你都不會想吃了 你在那邊就覺得很好吃 因為你在當地就會覺得 我有種豪情在裡面 然後就大口的吃肉大口吃那個餅 你可不可以想像你吃青柯的感覺 青柯 早餐的時候 早餐我覺得 他口感跟我腦中想像的不太一樣 我本來以為他像麵茶 他就是給你粉嘛 然後加那個水 然後就一直揉揉揉揉揉揉 慢慢他就結成一團 他結成一團很像濕麵團的東西 濕麵粉的感覺 但感覺好像應該那個味道有點強烈 好像不太適合我 就太乾了 有點乾之外他有一個酥油 是酥油的味道 因為他說要加一點那個 他粉裡面好像本身就有加那個油油的感覺 炒過了嘛 對 然後所以我就覺得 哇這個味道有點太重口了 是 對就是純澱粉就對了 好我們繼續我們繼續 那你這幾天都是吃當地的特色餐嗎 對然後因為我剛才說我們離蒙古國很近嘛 那其實那裡也靠近俄羅斯 所以當地有很多俄羅斯的餐館 那你就可以喝到羅宋湯了 對我們就是喝了羅宋湯 而且因為是俄羅斯餐館 終於有沙拉了 終於有金菜了 好開心吃那個菜大家吃的好開心 你知道我們在吃越蒙古的時候 你會不會覺得他們到底吃什麼蔬菜 除了沙蔥也不是一直有啊 對啊 那叫什麼韭菜 沙韭菜是不是蒙古韭菜 對 那個也不是一直有啊 我覺得他們好像沒有在吃菜 就是我看到的那個早餐也是啊 都是一些澱粉類 哇那不是都高學子嗎 我不知道啦 好你終於有到了俄羅斯餐廳 對然後俄羅斯餐廳 他的那個羅宋湯啊跟一些肉餅 喔這是肉餅是不是 對因為俄羅斯餐很常吃那個肉排之類的 像漢堡排 對像漢堡排的東西 那我就覺得終於沒有一些 羊 純羊 對沒有一些純 純肉啦 對加工製品蠻好吃的 人家給你吃原肉你還覺得膩了 對啊 所以就而且重點是有吃到那個沙拉 大家很滿意 所以我在想說他們其實會不會有那種 就是順暢 要讓你的那個新陳代謝比較順暢 他們都是吃什麼 這個我就沒有研究了 但我覺得他們有一道甜點很好吃 叫拔絲奶豆腐 然後他也是 他不是豆腐 他跟豆腐沒關係 那他其實就是用羊奶 然後做成的起司加進去 然後拿去炸 然後最後沾糖 吃起來QQ的很好吃 我覺得有糖的你都蠻愛的 我台南人啊 那你們台南人早上不是都是吃牛肉嗎 是 但是這個牛跟那個牛不一樣 我們那個是切片牛肉 他這是整塊的 這是整塊牛肉 是有差的 好像巴西也都是吃很多肉 對啊 所以我就覺得算是台南人 但是牛肉也不一定可以整個hold得住 好那你整個旅程對不對 讓你比較難忘的啦 或者我最難忘的 建議給大家一些小提醒跟小建議 必須提醒 我跟大家講一個很難忘的事 就是我們的司機他在公路上把車開到180 就是我人生第一次坐這麼快的車 有感覺嗎 有感覺 他是要跟高鐵比 我已經快跟高鐵一樣快比火車快了 那個車子性能超好 對小提醒就是去那邊最好搭四輪傳動的車 越野車 不然你去很多那種比較坑坑派派的地方 會無法 前進 然後輪胎我們有看到旁邊那種開轎車的輪胎都破掉了 哎呦好崎嶇的地形啊 那到底這個180的感覺是什麼 很刺激 就是很刺激 安全吧 回來了 OK 謝謝